给我们讲一讲当时的感觉 尊敬的魏老师,各位开学师,各位法师,还有所有的 师父师姐们,大家早上好 因为开课之前呢,就是有点感冒 然后微微有点发烧,有点低烧 所以呢,第一天的下午来,包括昨天 可能不是照感比较好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想到了 老师白天跟我们讲的,因为 常常学真的很管用嘛,然后就试着尝试了一下 因为我是感冒发烧嘛,所以厌护着就比较肿 有点严重嘛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躺在床上的时候 然后一只手靠在五号穴位 然后左手放到五号睡位 然后右手放到喉咙那里 大概有十几分钟吧 我记得他有十几分钟的样子吧 然后就睡着了 睡着了以后呢 今天早上大概四点五十八分醒了 然后也没有用到聊 然后醒的那一瞬间呢 就是因为我以前是比较赖床的 不愿意起床 今天四点五十八分起来以后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起来了 而且感觉到头脑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清醒 然后我就叫上我这个室友 我们一起来的教师兄 一起就是来到会场前面 我们已经两天是第一个来到会场 就是 然后就一早就在门外开始打坐 包括早上去到教室里边去经过打坐 感觉非常舒服 今天我非常明显 然后我的那个感冒的症状 然后还有咽喉肿痛的症状 明显有所缓解 而且就是 胃部的话 这些有一些脏 包括寒的这些情况 这两天也有所好准 而且有很多凉气去排出来 所以 特别感恩长生学和卫老师 希望师兄师姐们 一定要好好练习 然后 然后把这个 呃 长生学的这个 本领和功夫呢 带回到自己的各自的家乡 然后去利益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